第三個 你很強的時候呢 你必須真心的想要幫助別人 這非常重要的 這真不真心 你看啊 剛才我們在台上分享 剛才冥想之後的感覺 分享的好不好 很好啊 大家有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 因為是真心的有沒有 我一直在講 只有真心才能感動人心 這個顧客絕對感覺得出來 第四個 複習自己演講內容的價值 夠不夠 你覺得這些觀念到底好不好 你覺得這些觀念 對自己幫助都不太大 你怎麼講得出來 一個說服是一種信心的傳遞 是一種情緒的轉移 我時常在演講之前 前一天晚上複習我演講的內容 我複習到自己都會調整的 表示我自己非常認同 這東西對我徹底改變為神 OK 所以第二天 我需要全力以赴的 跟每一個人分享 第五個 感謝每一位聽眾 你演講之前 你都要寫感謝 為什麼今天可以來 因為有人願意給你機會 沒有給你時間 你看到沒有 都是一種態度的訓練 第六個 尊敬每一位聽眾 尊敬韓 你必須徹底的尊敬他 因為他今天 投資了時間 投資了金錢 投資了體力 他可能今天來聽你演講 他可能無法給大家家人 他可能無法去工作 對不對 他一定有損失某些東西 所以要尊敬他學習的態度 第七個 演講的流暢性 我跟你講你要講到什麼程度 你自己演變的時候 練到 我就是第一門 練得太棒了 你都太佩服你自己 你練到你自己都覺得 沒有任何人可以過你 不太可能 因為你太熟練了 你技巧他 你故事太震撼了 你太有差異話 你知道任何人跟你比賽 他們都沒有 像喬丹出場 他知道他一定是冠軍 你都不要比 你一定追蹤過他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們不要怕 不要怕把內容在上台演練完畢 你不要怕 你們覺得全世界的籃球選手 知不知道喬丹今天要怎麼打球 當然很清楚吧 你那招飛龍 BCD全部開過了 是不是 你怎麼投來 我們難道不知道嗎 所有人都知道喬丹要做什麼 然後喬丹依然在你面前觀 這個才是世界第一 你把你底牌弄出來 我底牌給你看 你得不過 大家看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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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丹就是先底 那喬丹先底給你看 我怎麼練球 我去練舉重之爭 我比賽怎麼打 我全部告訴你 大家都知道 請問你關鍵的時候 最後一球會落到誰的手上 對嗎 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知道黃手喬丹 你都知道黃手喬丹 你也知道喬丹可能怎麼做 然後喬丹依然投進 然後總冠軍賽結束 這個是真正的底名 卸的底多一點 拉肚子多一點 有沒有聽到 對自己要有這麼大的信心 你上台演練 跟你晚上講的不一樣 那你就不用上台了 有沒有聽懂 你就不用上台了 你演練的東西今晚不用 那你上台演練 你不需要演練 大家有沒有聽懂 你不需要演練 已經沒有價值了 你就把他講出來全力賦 而且你講了之後 今天就是很害怕的委屈練 有沒有聽懂 你今天晚上講的比笑還要更好 大家覺得 嗚 這個人很認真 這個人很認真 用心 用心 最近我們不只要用心 還要用肝 用肾 用肺 我們不要用吃奶的力量 讓我們使出全身的力量 整個器官都發生能量 我的演講 都是全身每一個細胞都在演講 所以只要 比如說 就要用心加坡的演講 過來 有帶過來 我等一下放一個 新加坡現場的演講 OK 它錄下來 通過VCD 事實上震撼效果已經少了好幾倍 是不是 因為它是錄影下來 OK 你看一下錄影下來 你看看我是不是在我們這演講的公式 到時候我放個20分鐘給大家看一下 在中國大陸應該只有不到一百個人 看過這錄影 很少數人 另外的代表 魏昌座老師可能也只看過20分鐘 那是一個三個小時的演講 所以我看你演練 你看我實際現場演講的時候 你感覺你的演練跟我的演講有什麼差別 你要去研究 抬下來準備好了嗎 剛才演練的是哪一個是第一位的 是第一位的是誰 是友記師兄 OK 各位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了嗎 好了 好了 我跟你講你們這種精神 等一下天天你我跟你講 一流的講師 他是一流的學生有沒有 對 麥克曹南是怎麼幫隊友護的 是怎麼會的 你們看過 你們看過嗎 聽聽聽聽 所以等我提醒你的時候 你們已經不入流了有沒有聽 還要別人提醒你 這不入流了 水準不夠 你又犯了光的時候 你沒有改進 人家要上台 就你在看你自己的稿子 你又在你自我為中心 誰 你還是沒有學會 你知道 你講得出來 但你們做不到 有沒有聽 假如每一個人都在看自己的講稿 那台上那個人要演練什麼 我不用演練嘛 是不是 他得到一群世界一流浪的體重 OK 我可能不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師 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證 我絕對是世界一流的學生 你們學習態度沒有一個比方 到目前有一個異文的感覺 你們熟練度沒有夠 就表示你們沒有人聽 有什麼地方 你們覺得我是一流老師 是因為我是一流的學生 我是一流的學生 才有辦法 有可能成為一流的老師 所以你們都一直想成為一流的老師 可是你們不是一流的學生 連鼓掌都鼓不出來 有沒有聽懂我來講 這個要努力也要努力 成功者任何事情全力不 為什麼一直放喬登給你看 我就讓你知道 喬登坐在板凳上 他的鼓掌都是一流的 他拿毛巾出來 你看見了沒有 你知道一個全世界最有身價的男神明星 因為救球要飛過 飛過群眾去救球 他抱著他受傷的危險 有沒有聽懂 他三角力受傷怎麼辦 三角力已經不用打了 有沒有聽懂 他願意啊 所以他是喬登 OK 所以大家準備好了沒喔 好 我們是不是給三勇氣掌聲 對面掌聲鼓勵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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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夥伴們 各位中華一流的九十分 大家 祝福好 好 好 那大家幫我們來拍 好 今天呢 我來帶大家來的 分享一段題目是 人因分享而成功 在這裡呢 我說一些 我影響我人生中的三件事 在去年的十二月份 我呢 我的思想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我的那個時刻 我不知道我的幾人生交往何处去 我帶著三個目的 來到了鄭州 在鄭州 聽吳玄恩講師的講課 在那裡的時間 我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說 我要去考察安利 安利 也是一校偉大的事業 我呢 還要有一校 自己的小的專利發明 也要去考察事情 好 聽下台一句功 你們立 你們立正要的服務 聲音 兩位 再問問的 下台一句功 第二位 現在第一部隊就下台了 OK 是第二位 是哪位 OK 是富凱 OK 各位議員的講師 議員的演唱家 你們好 好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富凱 今天有幸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叫 幫助別人才是自己獲得成功的最大捷徑 等那個十分鐘 分享這麼一個大的主題 我只能從我自己的一個側面繼續反出這個問題 首先 我先 我先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牧師 有一個牧師 很流行的牧師 他 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 上帝 上帝 來招念他 上帝對他說 親愛的牧師 您即將要離開人世了 你可以 有兩個訓練 可以滿足你 你只要提出來我都答應你 應該要改進繼續 不過興奮 不過興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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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議員的講師 你們好 好 我叫穩住 今天很流行 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是 幫助別人成功 是自己獲得成功的最大捷徑 在講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開始就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牧師 他是即將離開人世 非常優秀的牧師 他即將能離開人世的時候 上帝來到他身邊 對他說 牧師 親愛的牧師 你即將離開人世 在你離開之前 在你離開的時候 你可以有兩個信念 可以滿足 無論是什麼信念 我都答應你 牧師說 親愛的上帝 我能不能 到地獄去看一下 然後再到天堂去 走一走 上帝說 好 我答應你 然後上帝就 帶牧師 到地獄 到地獄 你是要講筷子的故事嗎 對 是還是不是 是 知道這個故事的請舉手 OK 下台一舉功 各位 各位 我跟你說什麼 你有 你有 你的第一個故事 大家都聽過 你還沒開口 我們都知道你要講什麼 是 已經證明兩次了 是不是 富凱 富凱 知識不夠 知識不夠 下一位 陳老師 陳子爵 大家讓你掌聲鼓勵一下 小絕 小絕 各位朋友們 早上好 好 大家 好不好 好 你們好了 好 再大聲一點 好不好 好 我叫陳小絕 首先 我感謝各位今天參加我的演講 謝謝 今天我要為大家演講的主題是 孝順不能等待 在我們年幼的時候 生命中最依賴的人 是我們的父母 同意我最關鍵的請舉手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 最值得我們信賴的人 也是我們的父母 我小的時候 因為家中只有我一個女兒 所以說父母被家的疼愛我 長大以後 因為求學 工作 讓我不能時常和他們在一起 而電話和信也十分的少 但是我知道 我的父母 時時刻刻都在牵挂我 而我 也是經常給自己找借口 我很忙 我沒有時間打電話 也許他們會原諒我 但是 當我參加了基金會的工作之後 有一些事情 徹底的改變了我的方法 我改變了這些做法後 我得到了很多快樂 並且我致力於 基金會的工作 把這些快樂 帶給了我很多很多的朋友 今天 我要把我成長的過程 轉變的過程 跟大家一起分享 去年的 謝謝 在去年 我和我的一個朋友去西藏度假 那麼吃過晚飯以後 我們和平常一樣去街邊買東西 在一個小攤旁邊 我買了一雙白色的襪子 正當我付完錢 把襪子放在背後的包裏的時候 從我的身後 忽然的串出了一個小男孩 他抓起這個襪子就跑 當時我回頭一看 看見那個小男孩的身影 大概只有六七歲的模樣 我心裡非常的詫異 這麼小的男孩就會搶東西 簡直是不可思議 於是我沒有多想 我就衝上去 要抓住他 幸好我的長跑速度不算很慢 跑不了多遠 我就把他抓住了 當時呢 他轉過身來 用氣深深的眼睛看著我 他說阿姨 求求你把這雙襪子給我好嗎 當時我心裡是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因為在我的心中 從一個搶我東西的一個小偷 忽然間 變成了一個這麼膽怯的小孩子 我心裡在問自己 為什麼 這個小孩子說 阿姨 我的媽媽剛剛死了 他這幾天最想要的東西 就是一雙白襪子 當時我的心裡 已經像在翻騰了 我想 為了證實他的話 是真還是假 我說你可以帶我去見你的媽媽嗎 他拉著我的手 走到了他家破草棚的門口 他的媽媽已經躺在了一個破鋪上 已經沒有了生命 而小男孩非常細心的 把這雙白色的襪子穿在了他的媽媽身上 他不斷地撫摸著媽媽 似乎 停停停停停停停 而目前你的情緒有受到這個小絕帶動的請舉手 有跟著他的情緒的帶動 OK 你完全參與了他的演講的請舉手 覺得他講完十分鐘 他會震撼你的人 請舉手 OK 哪裡可以更好 孫生 孫生 你覺得開場你可以更好 你還會開場很大聲有沒有 是 我覺得 說實話我已入戲 我基本上是跟著你走 那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如果說 如果說 要表情更豐富一些 還有就是要灰色灰色會更好 謝謝 OK 劉兵劉兵 其實戶客買的是感覺 你讓他的感覺深厘其境 印象深刻 我感覺到他是在沉浸在他自己的那種 後面裡面跟觀眾溝通的力量少一點 不怕交流 我相信 好 是比較往前圈一點 小學員你自己覺得呢 哪裡很好 哪裡可以更好 哪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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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很投入啦 然後 我覺得更好的地方就是 裡面有幾個問題我忘記問大家了 OK 所以參與感還不夠 是 OK 好謝謝你小學員 來下一位是朋友 來下一位 來冒勝講師 我們給冒勝教練 掌聲鼓勵 謝謝 各位親愛的朋友 中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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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興有這樣的機緣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些人生的經歷 那麼呢 首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聂寧華 三個兒聂兒的念 安寧的寧 宗華的華 那麼呢 我是中國第一代的潛能培訓的女性講師 那麼呢 在1999年和2001年的時候 我們成功的和世界一流大學 牛津大學合作 創辦了兩欺向盈 在跟他們合作的過程中呢 我深深的感受到 一個世界一流大學 創造世界上最多的總統和諾巴爾獎金獲得者的大學 他們的教學的理論 同時呢 我也參加了 由亞洲成功學權威 陳安之老師的培訓 我也深深的知道 一個對一個小孩子的潛能的開發 對他今後的成長與成才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所以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 就是 父母如何開發你小孩子的潛能 將會對他的今後的成功和成才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那麼現在呢 首先呢讓我來做一個調查 現在 在座的各位 現在已經是父母的 還有呢 即將成為父母的 請舉下手好嗎 哦 好 謝謝 那些沒舉手的是 肯定是 嗯 是有父母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我想 如果在座的各位 你們每一位呢 都有一個小孩子 你們相信 他們一定是非常優秀的 請舉下手 啊 謝謝 相信呢 這個小孩子 不但非常優秀 具有無限的潛能的 請舉下手 啊 謝謝 那麼相信呢 我們用不利用成功學的方法 能夠幫助這個小孩子 開發的潛能 讓他對他今後的成功和成才 具有巨大作用的 請舉下手好嗎 啊 謝謝大家 那麼我們知道呢 一個成年人的成功 成功與成才 來自於他的思想 來自於他的觀念 那麼如果一個小孩子的成功與成才 他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在座各位父母的設計 來自於你的思想 來自於你的觀念 那麼世界上最早從事 幼兒且能訓練開發的 是有三個國家 大家知道是哪三個國家嗎 有哪個朋友可以告訴我 日本 好 說得對 還有哪個告訴我 英國 啊 哦 英國 還有哪個 美國 美國 哦 還有什麼 德國 德國 那麼我現在告訴大家呢 世界上最早從事幼兒且能開發的有 德國 美國 日本 那麼我們知道 這就是他們為什麼成為世界強國 最早開發的 我問你啊 到底是德國先 美國先 還是日本先 嗯 我今次來說 那我先問你啊 第一開發的 德國 德國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知道是最早開發是 你只知道最早開發是德國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英文幼稚園怎麼講 誰會寫 誰會寫 來 寫寫寫寫寫寫 我現在教你們 你們先用專業的角度來批評 我現在就用專業的角度 OK 拼錯了 R DEN是不是 D 他有些時候是T 有些時候是D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且聽安之說 各位 你們會德文嗎 Spring See Deutsch Yeah Nine 我剛剛問你們 你們會講德文嗎 你們說不會 Nine Nine就是那種意思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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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C是U的意思 Deutsch Deutsch是德文的意思 Spring See Deutsch 你們說Nine Nine 這個是什麼意思 英文 總類 總類 Kine 英文唸什麼 Kine 總類嘛是不是 或是友善嘛是不是 但德文 德文前面加個字 Das Kind Das Kind Kind是小孩的意思 Kind 是小孩 Kinder 是小孩的複數 很多小孩 Kindergarten 這個是德文 有沒有聽到 所以英文叫Kindergarten 所以這個英文 是從德文過來了 有沒有聽到 你剛才講幼兒嘛 所以英文是從德文 弄過來的 大家有沒有聽到 英文小孩叫children 不是叫kin 所以一定是德國 比較早害怕 所以先來自於德文 有沒有聽到我來講 所以你剛講德國 美國 美國是用英文 英文鐵定是 因為它是從德國 弄過來的 所以鐵定是德國比較早 大家有沒有聽到這樣嗎 OK 所以我 比如說我現在舉例了 你看 我現在是不是有講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是 哦 其實你演講就要講出一些 人家連聽都沒有聽過的事情 哦 你們知道為什麼是德國嗎 你跟他解釋一遍 大家增加了另外一種知識 是不是 那剛好因為我學過德文嘛 我學了五年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即使不知道 是哪一個國家先 可是英文的邏輯 它應該是 德國比較鮮 因為英文是從德文論過來 所以你只要加一些 類似這樣的內容 假設今天的演講 是一個半小時 你每次在講的時候 都講一些 人家從來沒有聽過的 增加大家各方面的知識性的 這個時候 大家會覺得你的演講 是不一樣的 大家有沒有聽到 而不是 你知道是哪一個國嗎 德國嗎 那為什麼 你要去解釋那個來龍去脈 你來到去脈解釋的越清楚 大家對你知識的領域的佩服度 越高 他就覺得你越專業 建立你的信脈感 為什麼我要替你講 連這個東西都講得出來 顯然你一定閱讀很多的資料 表示你今天講的內容 我應該相信你 因為你讀過很多資料 你讀的比我還要多 大家有沒有聽到他講的 所以這就是一種間接建立信脈感的方法 不要這樣 OK 好 然後你來語調好 語調好 都在感受 放輕鬆一點 你平常怎麼對別人講話 就這麼說 就這麼說 怎麼說呢 教老師你好 教老師你好 講話講 你好你好 我們就這樣演講 你這樣講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是有時候 是有時候 講話這個是音調的高低強 你不能是單調的 呃呃呃呃呃呃呃 各位我們今天講超級成功學 我們今天講超級強 失敗 然後就這樣 然後大家就死掉了 語氣 語氣這個 煽動力不夠 我們講煽動力 好吧 挑逗性不夠 煽動力不夠 power不夠 你在陳述事情 可是我感覺不到 你有沒有聽到 你要讓別人感覺得到 感覺 放一點感覺在裡面 感覺 OK 然後插摩 這是我給你的兩個字 感覺 如何把感覺 放在演講裡面 這個叫深入其境 自己深入其境 OK 我們先謝謝你的分享 來下一位是誰 下一位 啊五位都讓完了嗎 不會吧 一位 兩位 三位 四十五位 剛才還有哪一位 要不要分享了 有沒有這邊有沒有 這一組的夥伴 這一組夥伴 好 首先 在座各位 如果你想 你未來的人生 比以前更成功 更美好的 請提升 好 你想要影響 你想你的家人 和你的朋友 和人生 未來比現在更成功 更美好的 請提升 OK 今天的偉大人講的主題是 讚美 將會使人生 更成功 更美好 首先我做個總介紹 我叫林春生 張沐林 春天生 在我來到這個獎牌之前呢 我在南庭電視台 工作了十六年 記得我工作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呢 我已經有五篇作品 獲得了廣西的新聞獎 其中還有一篇是一人獎 這是我們才會第一篇一人獎 那我工作 第二年 我在立場裡面的時候呢 我已經 因為我的突出的工作成績 獲得了終極支撐 大家都知道 終極支撐獲得是要 初極支撐 春天春天 你一開始問了哪些問題 幫幫幫 關於美好 兩個 不是啊 你看看 你重新講一遍 第一個是什麼 我叫他們來 我叫林春生 你是你的語氣太平了 董事長 來 大家看一下語氣 各位 超音樂夥伴大家 早上好 好 給大家看出來 我給大家看出來 我給大家看出來 好 好 好 那麼在我來到這個獎台之前呢 我已經在來名電視台的新聞部和廣播部來了十六年 在我工作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和第二年和五年作品獲得了新聞優秀獎 你今天講的主題是什麼 好 我是想這位我很成功 我在網上講 我講的是 讚美給人 所以 所以我叫林春生 為什麼我一直在林春生 因為我在春天生的 所以 然後呢 我記得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什麼 再講一遍 讚美是怎麼樣 讚美使人家更成功 更美好 讚美使人生更成功 更美好 在座各位 你們希望聽到別人對你的讚美 還是別人對你的否定 希望聽到比較多讚美的請舉手 我看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 你看你就要針對主題開始發問 讓他開始舉手吧 對 你覺得不斷屁屁別人比較容易成功 使一個人成功 還是不斷的肯定他 讓他有信心 所以他自己會表現更好 有沒有 你要開始問 你們沒有 沒有立刻發問的習慣 這樣部分會睡覺 OK 設下台一舉功 我們要看看哪一位 可以活在講台上超過兩分鐘的 是哪位 OK 我們跟指揮教練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各位朋友 大家中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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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姓徐 叫徐指揮 來自於武漢 今天我給大家分享一個主題呢 是 你幫助更多的人成功 你也會 越來越成功 那我想問一下 在座的 你是否願意幫助你身邊的 你同桌的朋友呢 請舉手 你願意通過你的提議和幫助 讓他站在這個講台上 講得更棒更優秀的請舉手 好 好 那麼在分享這個主題之前呢 我給大家講個故事 曾經有個小男孩 嗯 嗯 那麼他在 嗯 他的家境還不錯 嗯 生活條件呢 也非常的寬鬆和優越 那麼他做過很多的職業 也做過很多的工作 嗯 在餐廳呢 嗯 你都用手 沒有手 沒有發揮 那麼他在餐廳呢 也當過小弟 那麼曾經呢 他做過十八種的職業 嗯 所有的職業當中呢 也沒有獲得成功 同時呢 他還害他的朋友 啊 嗯 在投資方面 嗯 出了 你在說我嗎 哈哈哈哈 那麼呢 嗯 這個人呢 就是我們所 今天所看到的 陳安貞老師 那麼呢 他是因為上過安東迪羅賓的課 那麼受過安東迪羅賓的幫助 成為 嗯 因為他的觀念的影響 成為亞洲當今 最近 最好的一個 最棒的一個演講的老師 那麼我們在這兩天的三天的課程當中 我們所接受的信息 我們所這種課程的安排 無一不浸透著 所有人的幫助所安排 讓我們在這種氛圍裡面 去感受 去掌握 那麼在我們 昨天的過程 我們的課程當中 我們每個人都是很難閃的 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是很棒的 我們每個人也都沒有保持空閉的心態 那麼呢 我們的老師 在這樣的觀察當中 讓我們感覺到彈對的力量 那在這樣幫助的去過程當中 讓你去感悟 讓我們每個人的肩 我們的手我們碰撞在一塊 讓我們感覺心理之間的碰撞 我們的交流 我們會有一種 對 目前你在陳述事實 但我感覺不到 感覺不夠 感覺不夠 下台一句功 好 來 誰 吳立榮要上台是不是 來 我們給吳老師熱烈掌聲給一下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大家 中午好 好 我相信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做武力容 來自冰天雪地的阿爾濱 那我想請問一下 在你的一生當中 非常渴望成功的朋友 請舉手 好 那我相信 在這個課題當中 已經有很多人取得了成功 那麼你想你的未來可以比今天更加成功的朋友 請舉手 OK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如何更成功 如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比過去 就是你第一個需要的條件 就是你要具備更加強烈的成功的欲望 只有你內心真正擁有了這種強烈的成功的欲望 這種強烈的企圖心的時候 你才可以佔下你自己 你才可以在未來的路上有鞭策 你有什麼資格教我們更成功 要先說自己的那個 你看啊 我不太習慣叫自己的那個 要說嗎 Who are you? 那我是 Why should I listen to you? 為什麼我要聽你講 有沒有 是不是依照順序 你們記得早上做健身操嗎 你記得嗎 依照順序 腿的肌肉就打開了 就放鬆了 沒有依照順序 它就是不安心 那我就 因為我從來不習慣把這個說開 不習慣 好 習慣是從不習慣開始 OK 借口 那麼 借口 講得好 給我一次機會重新來吧 有多少演講可以重來 好 各位朋友 大家中午好 好 好 我的名字叫做武力龍 來自冰天雪地的哈爾滴 那我想請問在座的各位 呃 下台一決鬥 好 你們除了一天空正愛 晚上可能會出現很亮的吳老師 來 陽光 我們歡迎陽光 陽老師熱烈掌聲鼓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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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 呃 今天呢 您看到了啊 一位神采奕奕奕的人站在這裡 大家知道啊 在幾年前 我絕對不是這個樣子啊 那麼幾年前呢 我連上 不要說上台 就在下面我都會打抖 而為什麼啊 幾年的時間就有這樣大的改變呢 呃 在幾年前看到一本書啊 就是陈安智老師寫的 自己就是一座寶藏 哎 後來我就想啊 陈老師可以幫助我 那為什麼我不能夠幫助別人呢 那麼後來呢 自己用一些方法非常靈驗啊 非常靈驗啊 結果自己改變 那麼結果後來呢 我也把那些方法呢 告訴其他的朋友 使很多很多的朋友呢 得以改變 我想問問大家哈 呃 凡是 想追求光明的 想追求光明未來的朋友 舉個手看一下 好的 把手放下 你想追求光明 就請您呢 記住我的名字 那麼我呢 會給您帶來光明 為什麼我的名字叫做 陽光啊 呃 我是來自北京的 我再請問大家哈 想要成功的朋友 舉個手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那麼大家呢 不要把您的右手放下啊 繼續把您的右手來借給我們 做一個非常好的小小的測驗 你伸出一來好嗎 謝謝 伸出二來好嗎 好 接下來請把您的右手放在您的下巴上開箭 請把您的右手放在您的下巴上開箭 各位 下巴在哪裡 各位 下巴在哪裡 你們被他騙了你們知道嗎 有玩過這個遊戲的請聽到 很少數人 所以你看看他 他現在做任何活動 我就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現在知道什麼叫專業知識有沒有聽到 人家知道的你都要知道 那你講出來人家都沒聽過 你才是一流的 剛剛已經在測試了下巴在哪裡 你看他摸在哪裡 那你們在摸哪裡 下巴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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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在兒童嗎 所以 所以我可以用嗎 可以可以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 因為只有三個人知道 OK 只要你這個方法 在新加坡用 人家就說 哎 又來這套 因為全新加坡人都用這套 有沒有 來 是繼續 繼續解釋 請問您的右手放在您的下巴上 放在您的下巴上 放在您的下巴上 好了 大家現在來回來看一看 有沒有放在這裡的 很多 對不對 有沒有放在這裡的很少 對不對 大家大部分放在哪裡 這裡 哎 不對啊 哈哈 哈哈 各位彩虹八蛋 好亂啊 各位各位 現在腳上你們從來沒有聽過 對呀 來 在這裏我問大家 你們早上起床的時候 穿褲子是先穿左腳 還是先穿右腳 先穿左腳的警局上 先穿右腳的警局上 確定嗎 確定 不確定 確定 我們公主褲子的時候 先走左腳還是先走右腳 啊 好 好 試試看 你們到底先穿哪一腳 來試試看 來現在穿穿看 來先穿褲子 來 先穿褲子 先把褲子脫掉 上來穿對不對 你丟一下 我 我隨便講幾話 大家氣氛低個就融入了 你發現 這叫感染別的 散動力 幾百分之內 左腳右腳 因為大部分人不會問自己 穿褲子 先穿 還是穿 右腳 所以這時候我就可以表達 哦 可以有一種習慣對不對 不自覺 但是這個習慣它已經養成了 假如要更成功 我們必須先自覺我們自己的習慣 我們才能把他突破 所以首先我們要更成功 我們第一個要具備的條件是 自覺就是改變的開始 我們必須知道啊 自己有問題所在 有沒有 你做一個小活動 你給他一個觀念 然後你開始講故事 為什麼自覺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開始講 等等等等 你知道嗎 你兒童蝦 自己都表示 兩媽 我佩服你 兩媽我問你 你穿褲子到現在 左腳右腳 右腳 確定嗎 確定 你看 他也不確定啊 你想這樣 有聽過左腳右腳故事的請舉手 一位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聽到 兩萬人 你要弄一些創舉 創舉是大家 不知道 拆脫不到 所以大家高度的好奇 你知道這意思嗎 我叫你 陽光臨內褲穿什麼顏色 好多顏色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陽光臨請上台去逛 來這邊 周龍 來來來來來 我們歡迎周龍周老師 樂樂掌聲鼓勵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現在 好 好 我非常無信 有個這個 在座巴上來做 跟大家分享 那我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咧 我想咧 前半段段出了很多 在座聽過 龜兔賽跑這個故事的 要不了解一下 哦 百分之九十九 那麼 龜兔賽跑的數集 下一集 叫做螃蟹跟 兔子賽跑 有聽過的 要不了解一下 哦 那麼有其中的一兩位 那麼看 把這個故事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話說當年啊 這個 兔子跟烏龜賽跑 或者說傳說 我不是聽說是傳說 傳說當年 這個 兔子呢 跟烏龜賽跑啊 以後呢 輸了 實在是想不通 就跑到河邊 又打算 那個 跳水的這個 自定的這種想法 就坐在這個石頭邊的時候 在流熱 很痛苦 都不怎麼樣的想不通的時候 那螃蟹呢 在下面看 今天我們可愛的兔子姐姐 怎麼在流熱 就爬出 慢慢的爬出來 就跟問兔子 兔子兔子 一直以來 看著你是很開心的 為什麼今天 你可以在那裡流熱呢 兔子姐姐姐 講螃蟹你都不知道了 我跟烏龜啊 賽跑 我輸了 我實在是 沒臉見了 所以我這樣 打算了一個 偷何事盡呢 那個 螃蟹非常的好心 就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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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偷何事盡 這是虐種的行為 這樣好了 我現在向你挑戰 咱們兩個 來一次 這個兔子一看 有希望對不對 對 烏龜我是跑輸掉了 不見得我連螃蟹也跑過 你很久走我也跑了 你不過 不可能 好 那麼咱們就說好 在某一個地段 一絕高低 這個時候呢 好 兩個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 好 一瞬間 兔子就不見了 螃蟹就開始 慢慢的就開始 再爬 那兔子背中一看的時候 已經 見不到他 繼續往前走 上一次 他知道 他說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這是什麼樣的錯誤 睡覺 睡覺 對不對 這才要不要犯 當然 兔子這麼聰明的 所以他就想 不能犯 接著 一定要 跑到終點 再說 所以他一跑 一跑到終點 就跑過終點以後呢 他看了那個地方以後 就坐在那裡 就拼拼的等 過了終點線以後 他坐在那裡 就在等 看螃蟹 實在是無聊 但是想今天 我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看看螃蟹 出出他的球 挽回我的面子 就這個時候呢 我們為了慢慢慢慢地爬過來 到螃蟹爬過來的時候 螃蟹爬過來的時候 螃蟹爬過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 兔子已經坐在了這個 那個線的前面 可是它有個地方比較特別 比較長一些 它是尾巴 尾巴 尾巴 螃蟹過來以後呢 所以用他的兩個大手 輕輕地夾住了 這個兔子的尾巴 哼 喊了一聲 這個兔子嚇到我 我就是一跳 來了 哪裡 我找人到了 然後夾到尾巴在後面去 我找人到了 你看你在我後面 這故事說明一個問題 即使我們很弱勢 即使面對很強的對手 只要我們願意 只要我們敢於挑戰 只要我們堅持 心力 一定屬於在座的每一位 謝謝 這故事講的好不好 好 覺得好的請進場 OK 周朗到底可以更好 周朗到底有點緊張還是吧 有點緊張 為什麼會緊張 不知道 好像有些肢腸太強的人在下雨 肢腸太強 被嚇到了 周朗 沒有怕 你是那隻螃蟹知道嗎 我們一個堅持到底 勝利一定屬於兵 確實 感覺到他們是大壓力 大壓力 正常正常的 來 最後一位 等一下我放BCD 是哪位要上來挑戰的 對 奂 donn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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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標準 這就是完全以能源面的卡 一口之夠 到時候會 disappointed 這種不是最好 跟平手柔 正是你 開始副導 教練你的 紀念 超级讲出来的No.1 OK 十分钟 十分钟我们准时 大大就停了 讲完跟讲完 都是十分钟就看了 有没有 OK 现在六个小时时间 全力为了辅导 你们的代表 好不好 我放你音乐了 的 does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也不喜欢 我要 要 就是 的 我으니까 满 旦官被出essa, 傳遞 blev無處的東西 heh 然後J 1992 答案隨 p10 大概在 hot take 認識我 Stacy 那這就是他 她說話 一起拍 上午後再四十九九十五十八百十八百 八十八百 八十八百 我认为他带着你 你不知道你什么地方好 他不认为他 我帮你这一项他计划 这一项他计划 所以是一项的大物 你的命运早上在军军的时候 1,2,3,4,5,6,6 他是打人 他就是1,2,3,4,5,6,7,8,6,10 十一 是什么 13吗 那第三就比较轻松 文字子 文字子 2 看一眼 我都在看你沒有11組 我都在那11組沒有11組 我都在那11組 我都在那11組 你沒有比賽出的線 我都沒有人陪在那裡 OK 四組先 我們在一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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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號是誰 來 小爵 小爵 選小爵 一號 二號是誰 三號 三號 四號是三號 四號 兩號 五號是誰 五號是誰 十號 六號 七號 零 八號 九號 九號 六號 六號 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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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號 五號 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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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雖然跟著大家看 你也想 好 我們也看著他在裡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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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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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好 好 吃 去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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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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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非常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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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